我觉得一上来自己的调动 包括专注到比赛的每一分当中 今天上来做的还是不错吧 因为之前没有跟李时任交手过 但其实他的比赛的一些准备 自己也是有所了解吧 然后今天整个来说 上来的发挥还是都比较正常吧 然后也在想象当中 跟自己想象中差不多 其实那会儿的时候 我还最主要的就是想的是 把这个每一分这种去怎么打 把每一分去想好吧 而且确实今天的这种现场的 这种韩国队的主场 这种氛围确实是非常好 但当然我们在 之前在封闭训练的时候 其实对于这种场上的 这种一些环境 其实我们也有过这种演练 我觉得最终能够取得胜利 也是跟我们整个的这种团队的 这种细致团队的这种努力 其实是分不开的 可能在第三局的开局跟中局 其实都是我领先吧 可能在尾局的时候 让沈宇斌领先了一次吧 可能在那会儿的时候 其实自己也没有说是很慌吧 还是能够在场上坚定战术吧 最后能够拿下比赛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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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